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件事想问你 不用紧张 不是跟投资有关的 是吗 我对你倒不是很有信心 我看了你的简历 虽然在学校里成绩还行 但是资历太浅 除了在你们公司 没有其他影视相关的经历 你做的节目除了一期发现奇迹 其他的收视率和口碑都惨不忍睹 所以 你和你们公司都不太可能 在短时间内达到华日的要求 嗯 听起来很傻 还记得你上次来华瑞的时候 说了什么吗 嗯 为什么突然道歉 你的字典里也有唐突 你想太多 我已经忘记了 如果这都能成为困扰 那你早被保安从华瑞扔出去两次了 很好 你的智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低 我想问的是 你不会把车祸那天的事情说出去 对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一样蠢 不一定 但不坦白一定从严 没了 那 好好准备你的工作汇报 过电话了